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总觉得大姐那块不太对劲呢 你看宝宝挺好的 她说呢又不是因为一级 会不会是姐夫那儿出什么摇蛾子呢 没准 这段先别跟妈说 美的妈又烦心 这段份好不容易迟到嘴了 不容易 都真成了吧 真成来我 我开头 你开头 我先说两句 那个今天出来这个 湾美大姐啊 她那个华北地区有个那个什么 教室 小教专案组 小教专案组 什么 巡回检查团 你都给我说呢 跟着吧 行为检查团 是吧 她备客 是吧 她没来吃饭 这大家都来齐了 这饭菜也都备齐了 咱一起备啊 为你郑叔她女儿妍妍 生了一个美国小闺女 干杯 在美国生了个小闺女 那都一个样嘛 是不是啊 所以祝贺呢 你郑叔呢 喜得贵外孙女儿干个杯 喜得贵子听说过 喜得贵孙女儿 我还是投一回 这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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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那个妍妍照片啊 挺年轻的 都当妈妈了 那是前几年照的了 她今年也该 属蛇多大呀 今年 比师哥小一岁 看人家 真的能生三个孩子 你说你 长得点近啊 那人家是美国 咱这社会主义国家 能生三啊 不能三个生一个呀 你得嫁出去啊 你怎么又说到 我身上来了 你赶紧拿 今天这班会的主题 可不是我 赶紧 说你那正事 快快快快 对 还有一件事 我先喝一口再去 卖罐子呢 快点 你正说她闺女眼印哪 约情我跟你正说 我们俩到美国去逛逛去 我们跑去 这是好事啊 对对对 一定得去 对啊 美国多好玩啊 你去过呀 知道那么多 妈 你们什么时候去啊 去多久啊 你正说说美国挺大的 反正都这么一圈下来吧 是不是得一两个月 要想玩得尽兴 得这么长时间 这么长时间 这么长时间 得花多少钱呢 颜颜说在美国买打折机票很便宜的 另外她还有不少好朋友 能够给我们提供免费的住宿 花不了多少钱 那挺好的 不过你们有空玩嘛 还不得伺候月子嘛 还不得伺候月子嘛 干嘛呢 颜颜是让我们去观光旅游 可不是让你去伺候月子啊 知道 就是 去 老妈 就当是度那什么了啊 来来来来 举办 首先呢 祝正叔喜得贵外孙女 第二呢 祝老妈跟赵叔叔在美国 玩得开心愉快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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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你那妹妹都生的丹了 你还不差点 这种事光抓紧有用吗 随便抓一个万一不能生了怎么办 你自己有没有问题还不知道呢 我当然没有问题啊 倒是建议你抽空去查查商情 别是严谨第一块 你这小孩说话越来越下流了 有点老男人的迹象了啊 还别说 我一个人回家呀 这老男人空落落的怪寂寞的 那你就找个一个 那小恋爱呗 正在考虑 你那意思是有目标了 你在长山还要待多久啊 是想我了还是想招待所了 想住五星级宾馆 那你得自己掏钱 我说你怎么跟我妹妹一个样啊 美国思维金钱至上啊 你妹比你强多了 不仅不反对 还邀请我妈到美国观光旅游 是吗 那你妈答应了 那干吗不答应啊 免费的度蜜月多好啊 这按理来说 这老两口的蜜月算度过了 我发现了一个 你一直特别好奇的秘密 谁 谁好奇啊 你自己是包打听的 说说说 是 他们俩肯定有一个人睡沙发 我想应该是我爸 怎么会这样呢 这很正常啊 都这把岁数了 还能有什么实质行为啊 也许我爸还行 你妈 你妈 怎么了呀 啥意思啊 你们就这么在编排你妈呀 你爸呀 不是 妈 我们也是关心你们了 你别来这套 我告诉你啊 你这是暴露我们的隐私 暴露我们的隐私 你明白不 我完全可以上法院去告你们去 你点儿没脸没皮 你还笑啊 你笑什么笑我怎么的 你也识和呀 我真发现你 你怎么越学越 人家那个男孩子 是不是 口无阻拦 怎么说都行 是不是 一个女孩子啊 我跟你这样 你说谁敢要你 人家心里这家教太不严了 你这啥家教啊 从前吧 你点妈跟前的时候 有时候 谁要一说啥 你脸啊扑下去红了 就从你上北京之后 我没发现你脸红过 就真的 说两句话不要脸 你啥都敢说 啥都敢做 是不是 大哥你这再接受 你就跟人打把手 我哥又又又 撂嘴子的 要不人家怎么的 那个吴桃咋不要你呢 妈你怎么又起这事啊 谁不要谁啊 吴桃不要你啊 那是我的问题 妈那是他的问题 他什么问题啊 就你给介绍那个呀 宝宝汤老师啊 我告诉你啊 就算我不介绍 我跟吴桃结婚以后 我们总会碰见嘛 他碰见以后 他俩一见钟情 回头把我给耍了 您高兴啊 我还忘了告您了 罗小娇亲自跟我说了 自从吴桃跟他结了婚以后 彻底露出了狐狸一巴 真的 从身体到精神 全方位地虐待他 疼了吧 你这狭狗造谣 我都不相信真的 没听说过蔫驴踢死人哪 这罗小娇亲自跟我说的 结婚当天她就想当场迷 还玩呢 不说这个了 妈 你跟郑叔 准备什么时候启程啊 我还有订票啊 我订 这事挺复杂的 还得签字 复杂什么呀 就是签照 不复杂 我带你们去 你不明天走吗 你们片子结完了 我跟主任说了 再起两天价 我这个没有出钱 我得出力嘛 行行行行 你拉一看 我问你 你姐 你大姐 关门你 到底有啥没去 我跟您说了吗 不是她不来 那汉驴怎么找事呢 那行 主要是那个不是我姐忙吧 她不能来 那我姐不来呢 我姐夫自己来好像有点那个 可是姐夫现在副主任呢嘛 有点架子 官 官生了 算个屁呀 真的 您副主任算个屁呀 这我不是说 你看你正说 人家这那么大个领导 真的一点架子都没有 爸我跟你说 不是我说你 董汉民能跟正书比吗 正书不仅是干部 人还是知识分子 什么叫知识分子 有学识 有见地 有胸怀有涵养是吧 智慧宽厚雍容大度 关键问题是 眼光纹准很 不黑不黑 不黑 纹准很 纹准很 心里美滋滋的吧 你穿呢 干啥啦 妈 正说的材料人家收了 明的 不行 为什么 因为您跟邀请人郑妍妍 不是职与亲属关系 所以不能探亲 只能把这理由吧 改成旅游 然后通过旅行社重新来办 可是我们确实去探亲啊 那您爸就得跟我妈 先把这个结婚手续办了 拿着结婚证呢 重新来申请 我知道美国送男的 这样我真不想去了呢 其实不难老妈 挺简单的 我现在就拉着你们去 他们民政局不就完了吗 这证件什么都全呢 那咱们就去民政局 把证领了 我说那我一定有点准备 行了吧 你顺理成章的事 准备什么呀 可是你 可是了 咱们咋事呢 快快快 妈妈 不是你这样 行了 走吧 爸 马上过来帮我锁车 喂 二姐 怎么了 这个电话这么难打呢 真是 那个妈和郑叔 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呢 对呀 我领他们二老 今天来领结婚证 连结婚证 那张诗盒你可真有意思 这么大的事 你不跟我说一声啊 又有什么可说的 这饭不都吃过了 吃饭那就是表示我们愿意接受 郑叔和妈这个关系 那也没提要结婚呢 你这话说的 他们光弹琴说爱不领这儿啊 再说了 妈不是要去美国吗 需要那结婚证 所以我就想带她来领了呗 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太有问题了 问题大了去了 什么问题啊 行了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你这样 你赶紧拖住他们 你过来一趟我跟你说 可是我同学 可是我同学 也可是了 这关系到咱妈的幸福 不光关系到她幸福问题 还关系到她性命问题 你赶紧赶紧啊 我等你啊 你一定得听我的 那有人管啊 谁呀 那个 大姐 这好像有什么特着急的事 让我赶紧过去一下 什么事啊 是不是 不知道 反正听着挺着急的 着急的事啊 那 那咱一块过去呗 别别别 那个 她专门跟我说 让我一个人过去 你看这事可让你自己 那是不是怎么 跟谁怎么打起来了 怎么的 不能吧 我估计又是那个 平一级那事 那我先过去看看啊 好吧 那去去去看看 快快快快 我走吧 先走了啊 哎呀 我看这医疾都成万美的新病了 人生难免受挫折呀 年轻时候碰点臂呀 未必是坏事 她已经不年轻了 是 不年轻了 那咱们走进去吧 完了 完了 中间在石河那儿呢 你想想她闺女 早不请晚不请 偏偏生了孩子邀请咱妈 什么意思 那个 二姐你有点小人之心了吧 哎呀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了解她女儿吗 美国人 美国什么地方啊 金钱第一的资本主义社会 即便是 她不反对她爸找老伴 那也没必要 那么热情洋溢吧 是不是 换了你 你能把郑老爷子 接到家移住几个月啊 不是人那个 人没说让咱妈在家住 人说让去旅游呢 你真当妈能去环游美国呀 她就是去当老妈子 你想想 美国那保姆多贵呀 按小时算钱 咱妈顶多是尿布奶瓶厨房有一圈 可她说呢 别听她说了 到那儿就游不了她了 人家就不说请了当保姆 人家就说 阿姨你帮帮我忙呗 咱妈什么人哪 那是个见了活就闲不住的人 再说了 他们家呀三个孩子呢 咱妈那么喜欢孩子 这从早到晚的 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 还不累死才怪呢 七十多岁的人了 我看这趟啊 能不能回来 还是一回事呢 妈妈 所以师哥 当务之急 就绝对不能让妈领证 知道吗 妈去不了美国 我只是说那个 正说去不了美国 妈就去不了美国呗 那我怎么跟咱妈说呀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反正我们都是为了妈好 是吧 师哥 这样管用吗 当然管用了别碰 天后 行 这家月老了 老来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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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不饿了吗 太舒服了 谁先过的日子 妈妈 你是不是特别想去美国呀 去美国呀 啊 啊 我都不是特别想去 我这心里正说啊 她闺女演一演 让她爸爸去 人家爸爸也想闺女 是真的 是啊 那你说正说想闺女 到美国看看去啊 那挺有意义的 您去有多大意义啊 哎呀 啥意义不意义啊 她老了 人呐 她老了 就是个伴儿 就出去跟你转悠转悠 还有啥意义 那你说那边 又是大人又是小孩儿的 那么搞不起 根本就没时间转呢 啊 你说是啊 啊我明白了 哎呀 哎呀 你妈呀 就是劳动里面出身 嗯 我就去了 我就打把手 那能咋的 再说人家孩子 我跟你说 这么一个妈 贵可怜的 好 那我听您这意思 做好事情准备 当保姆去了呗 你看你说这话说的 我给她当什么保姆啊 是不是 你郑叔对那么多好啊 像亲的似的 咋也不能见外不是吧 妈 结婚不能结 为啥 你不能去美国 所以这证 现在不能理 好 为啥呀 不是 妈 来来来来 你听我说啊 我们呀 不是反对您跟郑叔结婚 就是不想让您到美国 当那保姆去 怎么着 再怎么样 你也是七十岁的人了 别人不心疼 我们还心疼呢 嗯 你们 你们谁呀 没有 就是我 我不是最心疼你吗 我可受不动 那姐姐去找你 是不是就这事 跟万美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就千丽 别瞎猜了 不是 就是我 我的主意 师傅呀 你没这个外心呀 就冲着万美千丽 我这个证啊 非领不可了呢 来 把证件给我 你还非要去那美国呀 回去吧 您不是这辈子最讨厌 美帝国苏修吗 给我拿着就行 不给 拿不拿啊 不给 我这就给拿去 我带你跑去 我拿跑去 不过来 你们回来你 往哪跑去 你 你看 怎么了这是 不是 你们哪儿俩又吵架了 我这 那啥 这天儿太冷 我不让再去跑目的 你这孩子 你这去飞 跑啥呀 跑这个的这么冷 是吗 我以为老丫头 又是为反对你 那是跟你吵架呢 我那是算啥事 我这 行行行 好 疼死我了 喂 喂 你在哪儿呢 我在唐山呢 我知道你在唐山 具体位置在哪儿 你甭提了 我让我妈给赶出来了 不是 是我自个儿跑出来的 我现在在大街上绿着呢 天 冻死我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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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哎哟 老妈 你快 来 喂 喂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远远地看着像你 我就拨了个电话 没想到真是你 怎么回事啊 你甭提了 还不是因为你爸跟我妈 让他们俩去领证吧 我二姐觉得不妥 我就回家跟我妈 商量了两句 没想到 领证 他们要结婚呢 不是他们俩要结婚 就是你那妹妹 不是非要请我妈 到美国去旅游吗 没想到那签证出说 不是直系亲属 还不好办 然后我就想 带他们二老爸 把证给领了 不就好签证吗 没有到我二姐说 她说什么 说 说那个 不是这领完证之后 就得改口了吗 她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 她跟我爸感情特深 可以理解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五分钟前下的高速 刚回来就到我们家附近了 别跟我说是专程来看我的 我要说是 会不会吓着你 那真 真有点瞎如我了 你的胆可见晓 这看一眼又不需要负什么责任 是背看一眼 背看一眼就更不需要负责任了 从法律界定上来讲 你还是受害者呢 是吗 不对啊 那你看吧 你真是一眼 乐什么呀乐 看到谨慎二次 谨慎是一种美德 对自己负责 对他人负责 更是对社会的稳定负责 谨慎是一种标志 成熟的标志 见老的标志吧 你想说我老你就直说 你心就够烦的了 我在用实话刺激你 你是不是有点不道德呀 你怎么那么讨厌呀你 你不是说你最近特忙吗 忙归忙 看看亲爹和后妈也是应该的 这后妈听着可有点贬义呀 好像我妈虐待了你似的 那该怎么说呀 继母 继母就是褒义啦 继母和后妈指不定干出 冰天雪地里 把孩子赶出家门的事呢 你注意点啊 你为了她继母后妈 可是我亲妈 来 来 我可不去你家啊 你不是心烦吗 带你去散散心 真的 这么粗的 走吧 走 怎么样 不错吧 你主唱相当不错 就是长得一般 你听歌呢 还是看人呢 嗓子都有雌性 什么雌性啊 就是一烟嗓 这女的肯定抽烟 抽烟怎么了 我又不是你女朋友 反正女的抽烟就是不好 对了 你好像戒了一回又复兮了吧 又戒了 这女的有点凭胸啊 这女的有点凭胸啊 能不能别这么吓你我你 就是客观评价一下嘛 男人都是好色师徒 客观得了嘛 只有女人评价女人 才可以客观 是吗 那你也客观一下吧 这女的吧 虽说不是那种浑身上下透亮的漂亮 但是挺有气质的 一般男人夸不漂亮的女人都这么说 讨厌 人挺有个性的 是那种 沧桑又不失纯真 经历了很多 但依然相信的性情女子 经历很多 你指的该不会是 别无聊啊 你看她那眉宇之间 有一种荣辱不惊的淡定 完全不在乎台下人怎么看她 我感觉她是那种 对生活 对感情都特认真 而且还富有激情的女人 这都能看出来 厉害 专注是一种态度 毫不犹豫地坚定 继续起来的 当然是激情爆发了 这种激情会不会伤着男人呢 那就看是什么样的男人了 这种女人可不是一般的男人 能搞得定的 换而言之呢 就是她看上的男人 一定也足够优秀 可以搞得定的 能得到你这么高的评价 我很高兴 你高兴个屁 这不还有酒吗 这地儿挺不错的 没想到唐山还有这种地方 你怎么找着的 这是您的电话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漂亮吗 好 那个 你应该还送我康乃希 是吧 我们之间是友谊嘛 行 回头就送 干嘛去啊 送个花 不会吧 大哥 您多大岁数了还搞这种事 再说 你要送也不能送红玫瑰啊 人家会误会的 连你这么挑剔的人 都说他不错 连你这么挑剔的人 连你这么挑剔的人 那肯定就是真不错 那肯定就是真不错 所以我决定 所以我决定 继续往下发展发展 什么意思啊 这还不明白 我就是他喜欢的那个 优秀男人 我就是他喜欢的那个 乔润 有事啊 你 你这样很不对啊 非常不对 怎么就非常不对了 你说带我出来散心的 你不骗人吗 是带你出来听听音乐散散心 顺便帮我相看一下 吴涛我不也帮你相看了吗 对吧 你到底什么想法啊 你指的什么呀 我妈跟你爸结婚那事啊 我没什么想法 尊重你们的决定 其实我也不是反对我妈跟你爸结婚 就是我二姐说那话吧 是我心里特别扭 我就说话跟你说了吧 我二姐呢 也不是反对我妈跟你爸结婚 就是不想让我妈去美国 我二姐是怕吧 我妈去了美国不是旅游 是当保姆去了 伺候完你妹妹 还得伺候三个孩子 把她给累坏了 嗯嗯 你别老嗯嗯的呀 你什么主意啊 什么什么主意啊 听我说话了吗你 不就谈个恋爱吗 用得着满脸想如飞飞的吗 你别胡扯啊 我正在思考我的一个案子呢 你案子重要 还是我妈跟你爸结婚这事重要啊 当然是这件事重要了 那行 让我想想啊 让我想想 要依我说吧 确实没有必要 去领那个毫无实际意义的那张纸 什么叫毫无意义的那张纸啊 你现在不都想结婚了吗 别扯我了 就事论事 我也不是否定婚姻的必要性 我是觉得吧 我爸跟你妈 现在过得挺好的 老伴老伴 伴着就行了 何必领那张纸呢 弄得大家伙都不愉快啊 弄得大家伙都不愉快啊 你的那个大伙也包括你吗 你四亲躺下 乔月我可告诉你啊 我们姐妹反对是一码事 你反对可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啊 这有分别吗 当然有分别了 我妈自己不想去领那张结婚传是一码事 如果是遭到了儿女的反对 不让她去领 又是另外一码事 这主动和被动的感受完全不同 明白了吧 还真没明白 主动是自由 被动是压迫 压迫就会激起斗志 我妈这么愤怒 就是因为受到了阻拦 而激起了斗志 非要去领那张纸 就是反抗我们的压迫 那你反抗谁呢 我又没压迫你 你不准我妈跟你爸结婚 就是压迫我 压迫我的意志 首先我没有反对你 是因为你二姐反对 而不是你反对 第二 是你们的母亲要结婚 而不是你跟你二姐要结婚 诉求主体不是你跟你二姐 第三 你二姐的终极意愿 不是反对你妈结婚 而是反对你妈去美国当保姆 可至于去美国是当保姆呢 还是旅游呢 这又牵扯到 邀请人郑炎炎的主观意愿 而第三人的主观 是不能成为证据的 行了吧你 到底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不是在帮你 理清这里面的逻辑吗 你用不着 反对还是不反对直说 少跟我来这套 你看看你 你让我出主意 我出了吧你又这样 再说了 我有什么可反对的 反对的理由呢 那谁知道啊 说不准你害怕 我妈跟你爸结婚之后 以后分你爸遗产 你 你 你什么呀 踩着尾巴啦 让我说准了吧 还指不定谁分谁的遗产呢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妈岁数比你爸大 活不过你爸呗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可没那意思啊 张世和啊 你过分了啊 还恼羞成怒了 你爸 什么素质 什么素质 妈 你来了 妈 你这是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是不是你的主意啊 什么我的主意啊 十和 你怎么了 没事啊妈 你怎么哭了 我没哭 你说十和怎么了 不是 你告诉妈你怎么了 告诉妈 妈我没哭 我有什么事可哭啊 我就是刚才批作业的时候 研究有点炸 你刚才说什么 我是说 是不是你给十和出的主意 出什么主意啊 不让我跟你正叔去领证去 领证 领什么证啊 你说领 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够大碗水 哎呀 这就过来吧 这就过来吧 妈妈呀 你心思妈老了糊涂了 你多长时间不上妈呢去 也不给妈打个电话 是不是 那天全家人都在一起吃饭 你也不在 还说什么华北 什么这教师的寻会团 十和一跟我说呀 我就 我就这么跟我撒谎 是不是 你丈夫反对呀 没有 他 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说呢 为啥呀 我是想 找合适的机会跟他说 他那脾气 他那头难剃 又不是剃他的头 不是他妈改嫁 是你妈改嫁啊 妈 对了 你刚才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要跟正叔结婚 不行啊 那行啊 这当然好了 既然大家都同意 那有结呗 对 十和反对 不会吧 十和当初可是第一个 举手赞同的 那就不是你了 那就是签力了 昨天我跟你正说 我们俩都到了民政局的门口了 突然接着一个电话 说是你从学校打来的 他揣着我们这儿就跑了 去找你去了 妈 我可没打电话啊 那肯定潜力 你看这十和 晚上到家 正跟我这家吵的 非说你正叔这闺女啊 约请我们到美国去啊 不怀好意 妈 正叔的闺女请你到美国 就那天吃饭的时候 你正叔那闺女 从美国来个电话 说是她那个生了第三胎 又生了个女儿 约请她爸爸和我一块去光光去 她生个女儿跟你们到美国旅行 有什么关系啊 她 你照顾她吧 那压根也没提说 让我去当保姆去 那没提那是不是真的 我说你们怎么把人家想的 这这么坏呢 不是 根本就不是 那你们去美国 跟你们结婚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公安局颁布的 你要是到人家美国去探亲去 必须是直系亲属 所以时候就说 妈呀 您俩登记吧 领了结婚证 这不领了结婚证 才能是直系亲属 才能去探亲去嘛 这我们两个就到了 我刚才不是说了一遍了吗 我们俩就到了民政局 都到了门口了 这她结婚了 接着一个电话 也不是你的电话 这也不是千丽的电话 这就马上这这这这 晚上再回来 这就跟我来生劲了 完了之后我这可吵了几句 这就拿了声 我过去就跑了 明白没有 明白了 妈 时刻去哪儿了 她愿上哪儿去上哪儿去 动死拉倒我跟你说 我就信这千丽 她她这么多歪心眼呢 她也不随你爸呀 她也不随我呀 妈 千丽也是为你好 你要真到了美国 像她想象了那样 我们也心疼呢 你也反对 我 随你 随我是啥意思 我同意你和郑叔结婚 但是我不同意你到美国做保姆 要是真做保姆的话啊 我都跟你说多遍 不是当保姆 不是不是不是 妈 不是 妈妈妈妈妈妈妈 不是 行行不是 妈 您要不是 您就结行不行吗 那你还跟我说干什么呀 你是我大闺女 是我生的怎么的啊 我不能问问你 争取争取你意见哪 行行行 妈 我都说了 我也表达我的意思了 您哪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你不是大姐吗 你是老大 是不是 你说说石河 和那个那个千丽还不行吗 妈呀 我自己的时候都过不过来呢 我还说别人呢 我哪让她时间说别人呢 你啥事啊 没事 你刚才都湿窝了 你有事告诉妈 好孩子啥事啊 妈妈妈妈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好不好啊 我什么都没有事 我就想一个人待着 这事我不管了啊 你们爱谁谁吧 别走啊 怎么着了 我该说的都说了 人真一净 她非要去当保姆 那我也没办法 那郑叔呢 郑叔又不归我管 为她儿子管 她儿子 你说乔瑞也反对啊 喂 是我 那个 我给您打了电话 我这儿现在有点事 您一会儿在家吗 不出去吧 行 我一会儿过您那儿一趟 好嘞 谁啊 那个一个朋友 我管她借点钱 你借钱干什么呀 不是我 是东强那儿要用钱 她要借钱 然后让你去 让你去借啊 没有 是我多事儿嘛 想帮她个忙 这借得来借不来 还是回事儿呢 那她有多少钱呢 石盒你别操心了 那个你走你的吧 那你不要走吗 去哪儿我送你她 行了 石盒 那个你别操这心了 那个你快走吧 不过那个 而且我得提醒你一句啊 你那个在钱的事情上面 不要太过于热心了 反正很容易伤到男人自珍惜 这孙东强吧 我不了解他 不过男人都一样 不喜欢别人干涉太多她自个儿的事儿 行行 二姐记住了啊 您放心 我有分寸 那个你走吧 那那个 咱妈那事呢 我善后 你就放心地走吧 等会儿 你穿着是谁的衣服啊 那我有事儿先走了 石盒我问你呢 石盒 怎么会是你啊 什么叫怎么是我呀 应该是谁呀 不是 我是说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好像不欢迎我呀 不欢迎我走了 你找这个孩子 快屋去吧 你怎么不穿个外照啊 凉着呢 等秦阿姨呢吧 不是不是 其实没谁 老头是不是又背着秦阿姨 又有什么问题啊 怎么可能呢 是你秦阿姨的女儿要过来找我有事 石盒找您 找您什么事儿啊 不是石盒 是二闺女千利 没吓我一跳啊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是不是跟石盒吵架了 没有 没有 千利找你啥事儿啊 千利找我呀 喂 怎么了 是啊 你别着急 我马上就过去啊 怎么样 你秦阿姨那边出了点麻烦 让我马上过去 一会儿千利来了 你替我招呼着 就说我上他妈这儿去了 他那个事情呢 回头再聊啊 什么麻烦啊 这又哪个事儿啊 这有哪个事儿啊